当地时间5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对伊朗总统莱西 外长阿卜多拉西洋 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致官方调研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 伊朗曾要求美方协助总统坠机救援 但美方无力提供帮助 你认为美国证诟 你问伊朗 has sought from U.S. 这就是 你确认在再个孔骦 凯到歐压内奔 是挺可怕的 这是在这个中阅ห局的侠编 他们需要握级和救援工作 就是在这个中阅的合场 他们需要提供协助 他们需要提供的接受 接付出员 我預议去不进行的 解采 不提供了 这对意识的 那是 他不自以为 此识了 我们将以为要脑裟 以后 决没有不进行的 莱希乘坐的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制造的贝尔212中型直升机 该机服役时间获已超过40年 自1979年以来 由于西方长期封锁制裁 伊朗航空业举步维艰 事故频发 美联社20日称 由于受西方制裁 伊朗飞机面临零部件短缺的问题 伊朗国家通讯社称 直升机是因为技术故障坠毁 伊朗前外长扎里夫接受采访时 指责美国对伊朗的航空零部件制裁 损害了伊朗的航空能力 美国是悲剧的幕后罪魁祸首之一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被问及是否担心 伊朗会将坠机事故归咎于美方史称 美国在该事故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并表示自己无法推测可能的原因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20日 已经牵头成立了包括专家在内的高级别调查小组 该小组已经抵达事发现场 将对本次直升机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